接下来关心南区玉里正名代表会的大会情形 玉里的赤柯山每年八九月份金针花季在193线 经常会有游客搭乘游览车和九人坐车 在这个路段来接驳险象还生 县政府因此成立专业小组要解决每年都会遭遇到的交通问题 而玉里正名代表周鸾音也希望可以有交通接驳转运站 直选的时候他也要求正公所要重视并解决 玉里正去柯山每一年八月到九月的金针花季 在193线常常有游客搭乘游览车和九人坐车 在这个路段接驳险象还生 县政府也因此成立了专业小组 来解决每年都会遇到的交通问题 玉里正名代表周鸾音更是希望有交通接驳的转运站 也在直询时要求正公所能够重视并解决 赤特山转运站是本席当选以后 赤特山当地急需转运的 所以请我们公所跟农会 还有跟县府能常常联系 我们玉里正一年一度的金针花季是很重要的 而且交通的问题很大 高辽当地的居民也是一样 每次为了花季来临的时候交通的问题 还有上山的时候赤特山的商家也是因为交通的问题 所以我请客长用心一点 玉里正公所农业客表示目前还没有掌握到进度 会后会再跟预行农会来联络了解 周鸾音表示今年的花季定在8月到9月 如果能够将游客聚集大于展售中心为转运点 不但能够让观光客欣赏到美丽的金针花海 又可以在转运交通之余 体验到有关花季事务以及周边的商品 更能达到周边商机以及观光效益 记者高双双玉里正采访报道 相提好 优优优优独播道 优独播道 优独播道 优独播道